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上场的外方选手来自法国 绰号金刚,他就是... 卡恩! 邀请! 接下来,给我回答 要被你打开 将帝 allowed 不信 来 把铺唐 咱们 要抱拥 咱们 这些 要 再 二十七岁法国群组身高 一名青蛮体重八十一公斤 他的战绩为六十八战 五十一胜 十一次K1对手 二零一二年获得法国赛军比赛冠军 二零三年获得K1欧洲赛军冠军 二零三年获得了世界自由搏击 几标赛冠军 二零四年多次征战中国的五轮风位台 那么他的对手是谁呢 他被我们的中国的拳手誉为 霹雷少将 小鸡帅 初号霹雷少将二三岁 一比九零八十一公斤 战绩二十一胜 而且他六四K1了他的对手 他在二零一二年香港国际全国交警赛 八十公斤的冠军 二零一三年全国泰拳比赛 八十一公斤的亚军 二零三年全国自由搏击比赛 七十五公斤第三名 二零四年第七届全国泰拳比赛 八十一公斤的亚军他就是张鸡帅 再次发展送给他们 接下来比赛开始 好的谢谢我们帅气的主持人 谢谢我们美丽的宝贝们 我现在还稍微有一点 沉浸在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激烈之中 好的来让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我们的张鸡帅是有一米九零的身高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B长上 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优势 反观对面的法国拳手 我们可以看到身形是比较的壮硕 这个卡尔金刚的这个 看起来是很有力量 这种肌肉 是的发达 看一看我们的张鸡帅 能不能够把握好距离 正所谓是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长一寸强 那在前法章呢 身高就出现出这种优势来了 是的这边我们逼得勉强 法国选手身上这个纹身非常的帅气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在赛场上起到一个提振士气的作用 说实话纹的真不太好 好了回到比赛 我们看一下 哦 这波激勾 法国选手打得很主动啊 这边我们的张鸡帅似乎是想要控制一下节奏 哦 这波看一下 鲁帅时候的袭击 双方选手的个子差距比较多 我们的张鸡帅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距离 利用这个长距离的攻击 你多用一些刺拳 他耳很放松啊 哦 这个时候在他想的激动这个张鸡帅 对 他想让张鸡帅跟他拼 这时候张鸡帅反而不上套 非常松悍 这边卡尔还是表现得不破坏啊 哦 还想记录我们的张鸡帅 看法线像全方刘尹斯似的 对对对 有刘尹斯的一个 哦 这边我们这波 我可以看到这个法国拳手虽然说这个身形比较壮硕但是在步伐上还是很灵敏的啊 对还是很灵敏的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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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们要ek外收 好吗 好 其实这个时候也给老师发挥出了他的 起 哼 会长 腿长的优势 对 其实在这种距离在这种这个 嗯 那个园上我觉得他队里长所以用自制直接走 我觉得avana ok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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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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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手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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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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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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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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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边的 有点掌控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149战 哦 在台上 来了 这边的掌控制 现在在场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好 这边的掌控制 已经是 这个 好 这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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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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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